在為了防堵情有感的疫情持續的延燒 到現在全台已經撲殺超過了一半 一百五十萬隻的家禽 但是呢 動保團體實地走訪了各地的情場 卻發現撲殺的過程相當的不人道 只是用簡單的麻袋裝著 就送去了焚化廠 讓他們不是被悶死 就是活活燒死 放起屍體 送往焚化廠 但仔細一看 袋子內的這些鴨鵝 有些不是拚了命的想鑽出袋子 有些就是鑽出來後 嚴嚴一襲 過程很不人道 他就直接送到化製廠 或是送到旁邊六星的焚化爐 直接燒死 現在最新的技術是說 用泡沫含淡的泡沫 讓大量的大批的動物 可以很快的死亡 不是被悶死 就是被燒死 影片全記錄 而且沒死權就成堆送去鋪殺 運送過程有利病毒傳播 不利防疫 明顯違背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要求的需使用泡沫 或者是二氧化碳 乾冰 人道鋪殺的方式 但出席的防檢局官員 卻還在狀況外 沒有一個縣市政府 沒有用虛弱度方式來 所以表示 他們都是一定照SOP來做的 這個是無無可置疑的 堅持地方防疫人員 都有按照SOP進行人道鋪殺 甚至還質疑 動保團體影片的公正性 引發眾怒 逼得序幕處最後還是認的 剛開始因為很緊急 那說真的 就是能夠移開現場就盡量移開 也就是說讓他病原減少 所以在兩害前期利弊的時候 就是先把他移走 不只鋪殺過程 防檢局沒掌握好 動保團體甚至指出 地方防疫人員就連該怎麼 人道鋪殺都不清楚 防疫政策再一次出現漏洞 一旦疫情再擴大 這責任誰來負 優點TV領患無登麗 台北報導 進行 下集中 那幾天 下集中 快點 動保團體 遞